現在來到Millican Park 上個星期打算進來逛逛 不是上星期,是這個長洲門 誰知多人多到,停車場塞都塞不進 停車場只是很慢地繞了一個圈 眼見全部都是印度人 雖然這個區都唐人住 但剛剛是印度人和唐人的邊界 所以累積了很多印度人 一到周末尾就過來這個公園野餐 多到很重要 那些草地,一堆堆堆堆 好像淺水灣一樣 我也是說,印度人家庭的觀念比較重 星期尾都會留一點時間 和家人一起出去玩野餐 今天是想來探望那些金魚 遠處看見一個停車場 有些阿伯好像在那裡捉棋 待會先過去看看 拍一下地圖 這個地圖都很脫皮脫骨 大概上就有個湖 現在我們應該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湖很小 另外附近就是 Elden Tower 這裏有個社區中心 可以租 社區中心 然後繼續走回去 看看那些金魚 為什麼有金魚呢? 就是附近Elden Tower 可能有些人 家裡養錦鯉的金魚 養養下越來越大 但搞不好 就丟進去 這個湖 有時候看到錦鯉 成兩尺長 現在走到一個地圖的位置 可以看一下 這個湖 這個湖 其實有大口巴士 我朋友在這裏釣過兩磅幾 但這個湖其實是不給釣魚的 當然是偷雞 但是有巴士 看見不見到錦鯉 因為我們沒有帶麵包 如果你們拿麵包在這裏 撒下去 會引到很多糖塞 有條勉強 反光 你未必看到的 有條魚在下面 應該是糖塞 這裏有很多糖塞 很粗 吃什麼都大 我看一下 看見不見到有錦鯉 我就拍 我的朋友在這裏 後面 拋絲出來釣到 巴士 我嘗試去拍 有條糖塞 有條糖塞 味深了 沒辦法 反光的問題 我形容一下 我看到些什麼 在下面有些 有些 呎 呎 那麼長的糖塞 有一條 大概一尺長的金魚 有兩條 有兩條 那錦鯉就不見了 不知道是不是錦鯉 已經被人捉了去買 剛才我們把麵包放進去 給小魚出來釣 然後鴨走來吃麵包 一咬 連那條魚也吞 一咬一咬 咦 走過去看見那些阿叔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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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下 先 聽見他們 討價還價的價錢 你昨天欠過多少 前天欠過多少 應該就是賭錢 即是下棋賭錢 一路走 除了有下棋 還有打啤牌 都是 一聚在一起 但我喜歡賭錢 好了 離開了